刘嫣 文文 你怎么打人呢 你信不信我把你这事报出去 林老师 这是男嘉宾的资料 正是录制开始的时候 才能打开 谢谢 文文 这个恋宗是最后的通告了 要是这次再寄不起什么水花 公司真的不会给我们任何资源了 小姐 您放心吧 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 我要这个人 导演 最能影响这个练宗热度的人 那不得也是我们家爷爷吗 来 导演 这边请 咱们出去说 这个刘牧 可是刚报了一部戏的男 一定是人气套 我跟他组CP才更有话题 刘亚 你开玩笑吗 你这是在破坏节目组的规矩 你这是在破坏节目组的规矩 规矩 是给你们这种十八线之底的 刘亚 文文文 你怎么打人哪 你信不信我把你这事报出去 你会不会太天真了 我有六百万粉丝 而你们只有六万 这个世界人气才是真相 你说出去有人信命 林婉 之前在国外 你抢了我的初到名额 回顾我不会让你好过的 不要以为几经练宗就能反悔 有我在 你永远不可能犯事 新界人气一天没小花 幸好 选择 人们 在不切 侍不想 没 你 这是你的礼服 我给你挂这儿了 一会儿拍海报 你不准穿红色 听到了吗 这流言有病吧 明明大家之前还是住在一个宿舍的 你们也是一起在海外训练了五年呢 自己拿不到出道位就怪到我们连碗头上 最后还不是灰绿楼的回国 这种男人竟然也能好 要不是因为你最后滴血糖被迫放弃 那有他什么事啊 其实流言不坏的 他只是脾气机 好了 我去换衣服 一会儿再说吧 还好今天你来了 咱们才算出了这一小口热气 敢这么欺负林婉 怎么能是一小口气呢 好的好的 非常好 接下来有请三位女艺人 来张主海报吧 刘远姐 你本人比电视上还要好看 谢谢 李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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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婉 不是不让你穿红色吗 刚才那条白裙子被我妹妹弄脏了 只能穿这个了 这不故意的事吧 怎么 怎么这这 怎么还要打呢 怎么还要打呢 我们聊天呢 让林老师坐中间吧 这样同色系的衣服有点层次感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林婉才是最美的碎位 好